榆树盆井浇水口诀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榆树盆井的小知识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榆树盆井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坚韧的生命力 赢得了众多盆井爱好者的青睐 然而要想让榆树盆井茁壮成长 其日常的养护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中浇水就是关键的一环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榆树盆井的浇水口诀 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这一养护技巧 首先我们来谈谈榆榆树盆井浇水的第一个口诀 见干见湿 这一口诀是榆树盆井浇水的基本原则 见干指的是在浇水之前要先观察土壤的状态 当发现土壤表面发白发干 甚至出现板结现象时 就说明土壤已经干透了 此时正是给榆树盆井浇水的最佳时机 见湿则是在浇水时 要确保水分能够充分渗透到土壤中 使土壤保持湿润状态 但也要注意不能过度浇水 以免造成土壤积水影响榆树的生长 在遵循见干见湿原则的同时 我们还要注意榆树盆井浇水的第二个口诀 干透浇透 这一口诀强调了浇水要彻底 均匀 干透 意味着在浇水之前要确保土壤已经完全干透 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土壤过于潮湿而导致的根部腐烂问题 浇透 则是在浇水时要一次性浇足 确保水分能够充分渗透到土壤的各个角落 使榆树的根系能够均匀吸收到水分 这样既能满足榆树生长的水分需求 又能避免因为浇水不均而导致的生长不良问题 除了掌握浇水口诀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榆树盆井浇水的细节问题 首先是浇水时间的选择 一般来说早上或傍晚是浇水的最佳时段 因为这两个时段的气温相对较低 水分蒸发较慢 有利于土壤充分吸收水分 而在中午高温时段浇水 可能会导致水分迅速蒸发 无法有效渗透到土壤中 此外在冬季气温较低时 可以选择在中午时分浇水 以避免水温过低对榆树根系造成损伤 其次除了根部浇水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喷水的方式来保持榆树盆井的湿度 尤其是在干燥的季节 定期向榆树盆井的枝叶喷水 不仅可以补充空气中的水分 还能使榆树的叶片保持翠绿鲜亮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根据天气情况来调整浇水频率 在阴雨天气里空气中的湿度较高 此时可以适当减少浇水的次数和量 以免土壤过于潮湿 而在晴朗干燥的天气里 则需要增加浇水的频率和量 以满足榆树生长的水分需求 以上就是关于榆树盆井的小知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